为什么说人到中年之后 腿脚的皮肤更容易出现问题呢 你有没有发现 腿上脚上干燥起皮 刺刺的不舒服 俗话说 人老腿先老 树老根先枯 再加上现代人都很注重面部的 修护保湿 往往容易忽视腿部和脚部的护理 长期裸露在外 衣服摩擦 这腿脚肌肤就很容易缺水受损 要是到了秋冬换季 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腿上起干纹 一脱秋裤 还皮屑乱飞 脚后根也干燥粗糙 甚至裂口简直太糟心了 这个时候 普通的乳霜作用就很有限了 要么表面上补水很快就拔干 要么油腻的难以吸收 一定要用技能深层补水 又能够长期保湿 加上修护的产品 推荐你试试 我全家都在用的这款 CN雨润腿部精脆油 保湿和修护两份检测报告 它萃取自天然植物的精华液和精华油 滋润腿脚的同时 还能修护肌肤屏障 大家来看看这个成分表 不仅有精华液加上精华油 像山茶籽油 油橄榄果油 酷拉索芦荧液等等 都是很好的 用来保湿修护肌肤的天然植物精脆 而且还特别添加了 红薇药醇和牙包干菌发酵物成分 舒缓稳定皮肤状态 专门针对腿上这个刺刺的不舒服的 我就这么说 有些人脸上用的都不一定有它的成分好 用起来很方便 你就像这样把它摇匀 然后喷在腿上脚上 质地水感丝滑 滋润清爽不粘力 而且一下就吸收了 腿脚一整个就是舒舒服服 干净滑嫩 别提有多舒心了 这不秋冬换季了吗 正好给自己和爱人安排上啊 我这个人做的东西 你吃到蛤子 lige吃到蛤子